英国星期三把伊朗全部外交人员驱逐出境 并且关闭了在德黑兰的英国使馆 一天前该使馆遭到了愤怒的乱民的袭击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宣布立即关闭伊朗在伦敦的使馆 并且给予伊朗外交人员48小时的时间撤离英国 黑格告诉英国议会的议员 虽然英国做出的反应并不表明他将期待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但他说这一行动将英国与伊朗的关系降低到 能维持外交关系的最低水平 伊朗对有关事件表示遗憾 但是黑格说那样做是不够的 他说伦敦认为伊朗政府当为没能采取充分的措施 保护英国使馆承担责任 而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他还说显然还会有一些其他进一步的严重的后果